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报信子 今天的新闻内容十分丰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特朗普对于在坎城影展上放映的《学徒》 这部影片大为光火 指责制片人有政治图谋 并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 影片导演阿里·阿巴西则表示 他的意图是揭示权力的腐蚀性影响 以及特朗普与其导演施·罗伊·科恩之间的复杂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美国政治的新局面 自由主义组织自由之声的关闭 标志着美国右翼政治的重大转变 特朗普的影响力导致共和党内部出现分裂 支持者在经济保守和文化保守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对立 最后 一起令人震惊的空中事件 一名英国男子在从伦敦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 因遭遇严重乱流 不幸丧生 同机的30名乘客也受伤 飞机被迫在曼谷紧急降落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对飞行安全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去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报道 亿万富翁丹斯奈德今年2月关他了自己投资的电影《学徒的私人放映会》 原本期望这部电影会是对其朋友唐纳川普的赞美之作 然而 放映结束后 Tatatat被彻底击碎 学徒描绘了川普与他的导师兼律师罗伊科恩之间的关系 并展示了川普年轻时的各种争议性行为 包括细枝和直发等场景 川普的竞选团队对此做出强烈回应 指责这部电影是好莱坞精英的选举干预 并扬言将提起诉讼 尽管学徒在艺术上褒贬不一 但其引起的轰动 无疑让政治电影罕见地掀起了如此大事 The Boland Telegraph 报道 华盛顿特区的智库和游说团体 如同百老汇音乐区 有些长期运作 有些的短暂存在 最近 自由主义组织Freedom Works的关闭 引发了广泛关注 成立于1984年的Freedom Works 曾是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政策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川普的影响 该组织的捐助基础和内部员工关系出现了分裂 自由主义领导层和川普主义成员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合 最终导致了组织的解散 这一事件反映了美国右派政治的深刻变化 雷根时代的联合主义已经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身份和文化分歧 Telegraph 报道 一名英国男子在从伦敦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 因遭遇严重气流而丧生 令有30人受伤 这架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波音777飞机 在遭遇气流后被迫紧急降落于曼谷 据曼谷苏凡纳布机场的总经理称 这名73岁的男子可能是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 其他乘客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们在气流来袭前几乎没有收到任何警告 与此同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 英国下一届政府将需要找到300亿英镑来减少债务 并指出税务局允许员工在家工作 导致大量设备丢失 损失估计高达100万英镑 Yahoo!US 据是强森在即将上映的传机片《粉碎机》中 变身为综合格斗选手马克克尔 A24发布的首张照片中 强森几乎认不出来 短黑发和被覆盖的标志性纹身 让他完全融入角色 该片由萨弗迪兄弟之一的本尼萨弗迪指导 艾米丽·布朗特也参演 克尔是两届UFC重量级锦标赛冠军 2002年HBO曾播出关于他的同类名纪录片 强森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他与55岁的克尔一起训练 感受到了这位格斗机器的力量和压迫感 强森表示 自己非常感激克尔传授的宝贵知识和兄弟情谊 该片标志着强森从动作片和喜剧 转向更具戏剧性和潜在奥斯卡奖项的角色 影片预计将探讨克尔的成瘾斗争 如果风月翘家人更贴近真实的性工作 会是什么样 也许像肖恩贝克的这部悲喜剧 阿诺拉 影片讲述纽约伴游女阿诺拉 更喜欢阿尼在拉斯维加斯婚礼教堂的 非爱故事 阿尼由麦奇·麦迪逊饰演 他在昆汀塔伦蒂诺的好莱坞往事中 饰演曼森家族成员苏珊 阿特金斯 阿尼在俱乐部遇到富二代瓦尼亚 后者为他支付巨款成为他的独家女友 并在拉斯维加斯求婚 尽管阿尼知道瓦尼亚的父母可能不喜欢这个婚姻 但他相信婚礼证书足够合法 然而瓦尼亚的父亲派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故事发展成一场黑色喜剧的暴力和歇斯底里 最终 阿尼保持了尊严 而瓦尼亚的父亲被揭示为另一个软弱的男人 麦迪逊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贝克的电影制作充满力量 The Independent 演员斯特伦斯·霍华德在乔·罗根的播客节目中 分享了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观点 声称他可以杀死重力 并试图推翻毕达哥拉斯定理 霍华德在节目中表示 他可以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重建土星 还展示了一个视频 解释如何通过削钉消除土星的重力 罗根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 并继续询问霍华德的阴谋论 霍华德还声称自己拥有97项专利 并曾引入一种新型飞行方式 他还表示 古代数学家认为地球是平的 因此毕达哥拉斯定理有问题 霍华德甚至声称 他记得自己出生的那一天 虽然霍华德的Eagle 一些观点显得离谱 但他在社交媒体上 也获得了一些支持者 在接受Series XM的 Morning Mashup采访时透露 由于在欧洲巡演期间多次在同一地点摔倒 他不得不更改未来怀旧 Future Nostalgia 巡演的舞蹈编排 在巴塞罗那和米兰的演出中 他因为舞台上激憾滑倒 导致需要调整舞步 以避免再次摔倒 杜瓦表示 这些意外是巡演的一部分 尽管会有些小伤 但他认为这是值得的经历 他的新专辑 激进乐观主义 于5月3日发布 灵感源于朋友介绍的激进乐观主义概念 杜瓦在录制过 城中结合了迷幻音乐 三重奏和英式流行的元素 并将这种乐观态度融入到他的创作中 他还在吉米·卡摩尔直播秀中透露 为这张专辑写了97首歌 并表示即将开始他的激进乐观主义巡演 Associated Press 一项潜在的数十亿美元反垄断诉讼和解方案 已经通过NCAA的第一部审批程序 27个未被列入诉讼的大学联盟 将承担16亿美元赔偿金的大部分 NCAA十大联盟、十二大联盟、大西洋海岸联盟 太平洋十二大联盟和东南联盟 是这起集体诉讼的被告 诉讼要求补偿自2016年以来 未能获得姓名、形象和肖像 全补偿的大学运动员 NCAA在2021年取消了对运动员 赚取赞助和代言费用的禁令 十二大联盟成为首个批准和解方案的联盟 其他联盟的校长委员会也将在本周投票 非FBS联盟希望重新考虑财务结构 认为现有方案对他们不公平 NCAA计划通过减少运营费用、保险和储备资金来支付赔偿金 预计每所学校将承担约三亿美元的总承诺 The Toronto Star ESPN宣布与英格兰足球协会达成四年续约协议 将在美国继续转播英格兰足总碑至2028年 自2018年以来 ESPN一直负责转播这项比赛 新协议包括美赛季的ESPNTLA上 独家直播779场比赛 以及赛季揭幕站社区盾杯FA Community Shield 足总碑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淘汰赛足球比赛 参赛队伍从英超到非职业队伍多达700只 本赛季的决赛将于周六在伦敦温布利球场举行 由曼城对阵曼联 曼城上赛季以2.1几百曼联 并在夺得英超冠军后首次赢得欧冠冠军 上周日曼城成为首支连续四个赛季赢得英超冠军的球队 ESPN还在ESPNTLA上转播德国和西班牙的国内淘汰赛 Guardian报道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这个曾制作玩具总动员和飞屋环游记的经典电影公司 开始裁减约14%的员工 此次裁员将影响175名员工 这是由于前迪士尼CEO鲍波查佩克推动公司各创意部门 为Disney Plus制作独家内容所致 现任CEO鲍波埃格尔则缩减了原创流媒体内容的支出 以期使Disney Bus盈利 迪士尼Pool的娱乐部门包括Disney Plus和Hulu流媒体服务 在最近一个季度中报告了运营利润 皮克斯将重新专注于制作院线电影 这些电影将在影院上映后再通过Disney家家庭观看 今年唯一一部原创剧集《营货书》将讲述一支男女混合雷球队的故事 并在Disney Bar上播出 The Independent 报道 乔恩·斯图尔特在每日秀中猛烈抨击了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萧恩·汉尼提 称其为一个额头静脉的肉带支撑系统 并批判了所谓的取笑文化 斯图尔特回归喜剧中心的节目正值2024年大选年 他在最新的读白中指出 保守派媒体生态系统专注于抱怨不能说他们常说的话 他展示了一系列保守派媒体人物撰写的书籍 并批评他们以受害者形象为品牌 斯图尔特通过展示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使用特定短语的片段 揭示了他们在所谓的敏感性问题上的矛盾之处 他总结到 现代媒体经济的隐情是愤怒 而真正有意义的取消力量 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以利兹·切尼为例 他因反对特朗普和其MAGA运动而被共和党排斥 The Independent还报道了学徒导演阿里·阿巴西 对特朗普竞选团队威胁起诉的回应 这部由塞巴斯斯坦主演的传奇片 在贾纳电影节首映后 特朗普的首席发言人称其为纯粹的虚构作品 并威胁要提起诉讼 阿巴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尽管特朗普经常起诉他人 但成功率并不高 阿巴西还表示他愿意与特朗普会面 讨论这部电影 学徒聚焦于特朗普与第一任妻子 伊万娜·特朗普和律师罗伊·科恩的关系 片中涉及特朗普使用毒品和整容手术的场景 甚至包括强奸伊万娜的情节 伊万娜在1989年的离婚证词中指控特朗普强奸 但后来撤回了这一指控 电影还引起了前NFL球队华盛顿指挥官 老板丹·斯奈德的不满 他曾资助该片 但在看到剪辑版本后非常愤怒 并发出停止和终止函 电影尚未被美国发行商购买 但阿巴西希望能在第二次总统辩论期间上映 Yahoo US报道 22岁的安东尼·爱德华兹 在米尼苏达森林郎的NBA季后赛中表现出色 引起了人们对他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迈克尔·乔丹的讨论 在与丹佛绝金的系列赛中 爱德华兹平均每场得分27.7分 展现了与乔丹相似的坚定心态和出色技能 在森林郎对阵达拉斯小牛的西部决赛即将开始之际 爱德华兹有机会带领球队争夺他们的第一个NBA总冠军 尽管他在季后赛中的表现还未达到乔丹的高度 但他的自信和能力已经引起了联盟的关注 爱德华兹不仅在球场上表现出色 他还在个人生活中克服了许多困难 包括失去母亲和祖母的痛苦 随着他在比赛中的不断进步 爱德华兹有望成为NBA的下一位超级巨星 Yahoo US的另一篇报道中 马丁·肖特表示 他对TikTok了解不多 但他的大楼里的谋杀联合主演赛琳娜·戈麦斯 会向他展示一些让他发笑的视频 肖特在加拿大长大 梦想成为像杰克莱蒙或杰基·格里森那样的美国喜剧演员 在他40年的职业生涯中 他塑造了许多经典酒色 如加拿大第二城市电视台中的 埃德·格里尔姆利和黄金时段格里克中的 吉米尼·格里克 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功 肖特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保持现实态度 他认为不应在舞台上谈论政治 因为观众来剧院是为了娱乐而不是被说教 肖特最近被加州凡尔市任命为市长 这是他童年的梦想之一 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忙碌和成就 而他与史蒂夫·马丁的合作也让他在喜剧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独立报》报道 杰里米·埃伦·怀特在接受名利场采访时 谈到了他与熊的联合主演阿尤·埃德比里的关系 怀特表示 他们在镜头内外都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并且他非常尊重埃德比里作为一个人和艺术家的才华 怀特希望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挚关系 能在剧中得到体现 埃德比里则认为 工作可以是非常亲密 和情感丰富的 尤其是在创意领域 他还开玩笑说 怀特有一双美丽的蓝眼眼睛 这让人忍不住想投射情感 两人在芝加哥的Wrigley Field 观看棒球比赛时被拍到亲密互动 引发了粉丝们对他们关系的猜测 尽管怀特目前仍在与西班牙诗俾亚歌手 罗沙利亚约会 但他与埃德比里的亲密举动 让人们纷纷猜测 他们是否不仅仅是朋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 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 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 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各种简单 从美名上 我们在世界的建议 我们来点赞订阅各种简单